然後再來就是啊 因為我們去那邊也是為了要一看虛實 因為其實在韓國星巴巴 我沒有自如性取消 在韓國星巴巴並不是他們最主要的咖啡店 大家看韓劇的話就會發現 其實韓劇有很多自如性行銷 就是說是不帶到招牌 還是會不小心撇一下招牌之類的 那其實我們就是也去吃了很多家 那其中有一家是大推他的所謂的手工鬆餅 就是你到以後啊他就會現烤給你 所以剛出爐的時候都是狂狂狂啊 然後熟狂狂有沒有 就是很想要大吃一口啊這樣子 然後我們去的那一家就要 好不適合行情到好下一頁 就是這個啊 然後就發現他的鬆餅就是這樣子還不錯 但是其實這個鬆餅吃下來也是三四百塊 嗯 就是我後來發現就是外景都是 吃吃吃吃啊 就是 就是他 他真的不大 就是我們一般炒菜的那種盤子啊 炒高麗菜可能太炒盤了一盤 對 然後就四片 然後上面有那個 呃 覆盆子 或者什麼的醬 然後撒一點白白的糖粉 然後 呃 不是三球冰淇淋喔 是一球冰淇淋 兩坨奶油 對 對 然後最後一個小冰淇淋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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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然後 他的香 就是我在吃他的鬆餅的時候 都好不容易有吃到他的水果 不然我就覺得每天上廁所都有點不舒服 下一夜 對 然後再來這個是炸黑糖餅 就是 呃 我們除了吃一大堆那種實體店家之外 其實 呃 就是去韓國 就是 會比去東南亞有魚挑戰一些 可能感覺 應該不會差到哪裡去啊 但是去東南亞是照吃不如 好重點就是我們去韓國 然後就看到很多人在排隊 排這個東西叫做炸黑糖餅 但是 我韓文還沒有學到可以看得懂 他叫什麼炸黑糖餅 都是 拼啊 就是 因為其實現在去韓國台灣人很多 然後旁邊的人在講一講就 欸 講中文的要聽一下 喔 炸黑糖餅 炸黑糖餅 然後 然後他就是這樣子喔 他就是有三個人 兩個Ajuma 一個年輕女生 然後 一個Ajuma就是 他就是麵糰 然後 那個黑糖就這樣刮起來 然後 就包好了 然後另外Ajuma就是 他就會丟到那邊熱油喔 滾燙的熱油 燙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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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這樣子 然後就開始讓他炸 然後 因為他可能麵糰是 我發揮的 所以很有彈性 然後他就用那個舔盤子 就一直擠壓他 一直擠壓他 就發現擠一次就捧起來 擠一次就捧起來 然後最後就變成一顆圓圓的 很可愛的小東西 就這樣一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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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我們買到的東西了 但是因為他是大的 所以他真的好羞 就是 我們中間就是 他沒有給我們那個塑膠袋什麼 他就拿那種很像那個 寫小卡給人家的那種白紙片 三片 夾一個黑糖瓶 就這樣給我們 然後我們就說 阿那阿是Lucky的就沒有了 真的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故意用那個 就是他本身很羞 然後他給我們的就是三張幾張紙片 然後就這樣把它夾起來 我們就這樣拿著他 然後沿路光街都拿著他 因為他胖子沒辦法馬上吃 後來就我跟他說 欸那我打個卡 你們要不要就是趕快試吃一下 然後這兩個 我朋友很可憐 就是他們就說 好那我們來試吃 結果我一咬下去 那個黑糖就流到他們滿嘴 然後他們就在路邊跳 對 然後拍完以後才跳 很好笑 所以他真的很有趣 就是 發現就是不管是我們這種 觀光客啊 或者是他們在地人都會去排的 黑糖餅 就下次可以試試看 就是可以去吃很多路邊糖的東西啊 東波吉啊 就是辣手凌膏 或者是什麼其他阿薩布魯都可以試試看 下一頁 好 你累了嗎 因為我一邊想說 阿伯在賣什麼 然後起了就過去看 然後他睡得很熟 然後我就在他旁邊遊移很久 遊移很久 然後想說 我這麼大部分 你還看不到我 然後後來就想說 算了 然後就排行坐就走了 對啊你累了嗎 欸他真的都 都這樣子欸 他就很放心的睡 因為我們就逛街 就在附近看 然後逛一圈回來他還在睡 他說阿伯今天可能是佛心來著不著牽涼 欸不是 或者是他賺了一筆大筆的 然後順便然後下一頁 對 然後再來是這個 就是 因為我們每天都在吃一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就覺得沒有青菜啊 或者是沒有水果 就是感覺山菜有點不均衡 然後這個是我在陳軍館大學附近的那個 路邊糖拍的啊 你就會發現他的水果都很有趣 很像被拜拜有沒有 就是一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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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然後香蕉個幾趴 幾趴 幾趴 幾趴兩趴 包裹身膜這樣子這樣子 然後其實 因為我們太想吃水果喔 我們就跑去他的那個 那個 那個 Supermarket 就是去他的那個超市嘛 然後就覺得 嗯 台灣不愧是水果王國 好 對 評價就不說了 對 然後再來是這個 開動前一間餵飽相機 就是剛剛派人都吃的 對不對 都是食物他本人嘛 但是 我們人多 所以有的人在拍食物的本人 那 有的人就會拍 拍食物本人的本人 所以 就是 我們就是很好笑 就是我們每個人啊 食物以上多喔 每個人都不會動筷子 一定會相機拿出來 手機套出來 然後開始對著他拍 重點是 沒有一個人 就是每個人都要把相機放下 你才會去吃他 否則你一拍完以後就要吃了 他們就會說 欸我還沒拍好耶 或是欸我還沒有拍完 拍美這樣子 很好笑 就是不管是吃那個 陳玉華一隻雞啊 或者是 喔沒有 陳叉叉一隻雞 或者是吃 吃那個什麼古董麵的時候 我們都是這樣一直拍 每一餐都是一直拍一直拍 有的沒的一直拍 然後我有網路的話 就會一直打開 一直打開 然後我朋友就是 人眼旁觀 他說 唉這真是社會亂想 食物上來 吃他 拍他 然後就是有時候拍完以後 都覺得就是感覺好像 剛剛很餓很餓的感覺 又沒了這樣 很好笑 社會亂想 這是他給我們下個註解 後來發現 在台灣也是啊 在台灣 大家也是都狂拍有沒有 而且現在那個 Facebook愛打卡有沒有 打卡有沒有 打卡以後就會想說 啊打卡只打卡 一定要拍幾張照片 意思啊 例如說去版頭也拍一下 然後去 以來吃飯也拍一下 去夜市也拍一下 有沒有 就打卡空這樣子 下一個 這個 這個呢 等一下就是可以送大家了 就是 因為啊 就是我 因為我本身 剛剛有說 就是因為我喜歡看韓劇 所以 就是 就跑去學了韓文 但不外 呃 不完全是因為 哈韓 就是我本身不哈韓 就是 他們的什麼 購編商品 我都沒買 就是我只是愛看韓劇 然後 然後可能裡面有提到一些 相關的東西 就去買一下 然後這個可以買 是因為他是吃的啦 這個是福尤天代言的水果茶 然後 然後他有可能有水蜜桃啊 然後藍莓 跟那個 有成口味 然後就是 旁邊是很可怕 是因為我們回國前一天 就去掃貨 很多部落可能很愛拍有沒有 大家最愛拍什麼東西呢 掃完貨以後 找一個 大的床 然後開始鋪 所以 可能要站在旁邊的沙發 然後用那種很高的角度上 拍下去說 哎呀靠我三立品 超豐富那種感覺 對不對 但是沒有啊 我們就是 就是 也不敢跟他們在那邊小屋見大屋 我們就 就買我們吃一爽的東西 所以我就狂掃泡麵跟這個水果茶 然後他的水果茶是因為 聽說 就是聽我已經去過韓國的朋友說很好喝 所以我就跑去買 然後 我還沒去韓國的時候 因為我有朋友去半個月 所以 他就先去幫我去超市逛圈的時候 就看到這個一袋的袋裝啊 有這種不友天的杯子 所以他就幫我先買了 就好險給我買 因為後來就斷貨了 對對對 就是 迷媚無敵 迷媚無敵 然後拍 他買以後來拍那個 LINE給我說 欸我幫你買了一個東西 你一定會接收 因為他先付錢啊 我去韓國也會才會給他錢 然後他就先 他說你一定會接收 然後看到他 他就一把搶過 我說好我給他付錢給你 對 然後他就是可以喝這個喝這個 然後那個 那個那個 因為 喔我跟你們說就是 我去看別人的部落客啊 分享的時候啊 他都給現場的民眾一包 喔 我當下超想舉手跟他們說 一包他們就沒 沒怕沒吃 你知道嗎 這種東西 以星巴克的普通的杯杯來說 一定要泡兩包才會到啊 你知道嗎 這種東西就是要喝他的味道 所以 那個很多部落客送一包 我可以送兩包喔 所以我可以送五個人 然後這題目超簡單的 超簡單的 剛剛我們拿到手上 碰得要死的是什麼餅啊 好啦好啦 就是你已經說了這重餅 反正就是喝喝看嘛 這超好喝的 給你們看 一定要兩包喔 他一包太誇張了 人家不怕沒吃 是會看重餅 好啦那 大家不知道還記得 我的韓文名字叫什麼嗎 喔 那個舉很快 張 張 香油 我的姓就錯了 蔥香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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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來啦 千亦可嘉 不姓正喔 但是我的祖先就是姓正了 齁 不要姓正 就是亂 亂亂亂亂 一張觀禮帶這樣 好然後第三個 喔 我剛剛鬆餅阿 那三坨是多冰淇淋嗎 我 喔 一坨冰淇淋 一坨冰淇淋 兩坨奶油球 真的真的 沒錯沒錯 真的 聽到這一定要說 是因為我失望阿 我已經有水果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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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包水果茶 對對對 我剛剛兩包茶了 那 那 那 還有什麼呢 好 想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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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嘿嘿 好 那剛剛呢 我說的那個就是 有一個東西阿 就我們吃到打碎了 是什麼東西阿 喔 你收你收 你收 不行不行 什麼什麼東西 不是 不是南瓜 人生什麼雞 他就是人生雞阿 哈哈哈哈 因為他有一 還有最後兩個 對 等一下還有其他東西阿 這個我是跟那些部落客學來的 就是他們就一定要送東西 然後大家才會聳這樣 才會認真聽 好 因為這是上半部而已 然後再來是 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 欸 欸 欸 喔 很難很難 所有的特別是 也就是他們的首都 那一支 行不行 喵不喵 好不好 夠不夠 什麼東西 嗨 嗨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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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叫黑吉黑吉 他叫蟹吉 對 就是 其實他應該是麒麟啦 就是他長得不是 對 對 就是我這樣說好像被他不近 有沒有 熊不熊貓不貓 狗不狗之類的 好請下一頁 再來就是這個 因為呢 就是 我就 我就買了水果茶 跟 不用這個雞絲麵來 那 其實我 為什麼用延續這兩個字 就是我下的標題 就還蠻精準的 可是因為 我剛剛不是說了嗎 就是我們每天都在省事 自己花多少錢 後來發現 天哪 光花在吃的東西 就太貴了 而且其實 像剛剛那個什麼 新春食堂啊 我們每個人都已經付了四五百塊 吃不到 你如果真的要吃飽的話 像 我們就是 分散 分散在兩花吃 我們這一花就是 吃點瘦 就是 我們就一個人吃了四百多塊 然後吃不到 就把每個人就是回 走在回民宿的路上 都有一種 淡淡然的憂傷啊 就開始找宵夜吃 所以 我們後來就直接去超市 每個晚上都煮這個幾十年來吃 我就會覺得 真是夠貴得這麼痛苦 不過 你的錢是要用在 嘗試不同的新鮮事物嘛 那 可能這個二的部分的話 這一包泡麵就可以解決了嘛 所以我們就每天都煮來吃 所以 就延續這個感覺吧 所以 我們每個晚上都在民宿煮泡麵 然後 那回來台灣之後啊 我就帶了一堆這個泡麵回來吃 然後 而且我還把那個小紅鍋也買回來了 因為 日據不是都出現 就是他的主人公 都會煮那個泡麵 然後他就會把那個泡麵放著 然後直接把那個鍋蓋翻起來 然後拿泡麵放在那個鍋蓋 就開始這樣吃 喔 他們說這個才是傳統的吃法喔 就是 他們的那個 那個 吃這個麵就是 這個鍋子差不多小小的是一人份 你煮了泡麵以後啊 就是 其實你也不用拿湯吃 你只要拿筷子 然後 跟那個鍋蓋把它翻過來 就直接這樣吃 那湯的話 就是最後那個鍋子不冷的時候 再整個把它這樣喝掉 對 但是我後來發現就是 你拿那個鍋蓋的時候 真的 因為那個鍋蓋就是 面積比較大 所以你在煮的時候 想說要喝那個湯 然後就這樣 就流浪 然後就 所以我試了一次以後發現 我們在台灣 我們要學創意的知識 我們不用照本宣科嘛 所以那鍋蓋就被我放到旁邊的 就是再也沒用過 然後我都只能用鍋子 然後拿湯匙跟筷子在那邊吃麵這樣子 然後回來台灣就演阿聯絮好味道 這個是 我自己回來台灣的吃法 因為 在韓國的話 他們是直接就泡麵就這樣吃了 然後我們就是 要吃青菜 我們喜歡吃青菜 所以我們可能還會那個 丟青菜下去煮 然後我回來台灣的話 就是 因為青菜有點懶惰 所以我就直接去買玉米粒 然後可能每次煮就加一點 加一點 然後兩顆蛋呢 就是高膽固醇的那個吃法 就不要學 不要學 所以我偶爾 例如說中間沒有吃 然後晚上就想說 讓自己營養一點 我就吃兩顆蛋 一顆打散蛋 一顆打蛋 打那個太陽蛋 就一顆散蛋 然後讓它就是 好豐富喔 有蛋花的FU 然後那個散蛋加進去 你就一顆太陽蛋浮出來 然後點破 還流出來 好美 然後就只能吃 對 然後再來是這個 超營養吃法 我不要說喔 是超營養吃法 兩片起司 喔 你就很像起司 然後重點是 一定要煮完才可以放喔 不可以直接放 那整個湯就燙燙 熱熱 噁心噁心 沒有 你就是整個煮好 整個煮好喔 熄火 光碼絲 開始清理周邊的時候 就很悠哉 跑去冰箱拿兩片出來 然後把它放在 鋪在那個麵的上面 來再把那個麵端去 你要做的地方吃 你就會發現 那個夾起來每一口 都很濃郁的起司 哇 好肥啊 很濃郁耶 對 請問一下 它那個鍋子啊 一般他們都會用 他們那個鍋子來煮泡麵 跟我們的有什麼不一樣嗎 很輕耶 它頭鍋超輕的 就是我不知道 喔 有一個我媽媽最喜歡的優點 就是因為 我有時候 比較不孝女一點 就是我吃完飯就會放到 幽靈台然後跑走了 然後我媽就會幫我洗鍋子 它的底不會黑耶 完全不會黑耶 我煮到現在完美都不會黑 然後也不會髒 然後好像 我媽媽在洗鍋子的時候 她說 不容易掉掉 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喔 就是 就是媽媽跟我分享了 她洗我鍋子的感想 就是 我不會掉掉 就是 因為有時候你那個泡麵 麵不是會黏在那鍋 那不是會 泡一下讓它軟肺一次刷掉嗎 然後我媽媽說不會 她就 邊罵我邊洗 然後還蠻快就洗乾淨的 對很奇怪 然後重點是 這個鍋子啊 它一人份 我帶回來台灣才一百多塊台幣而已 就是 就是 因為我就很想要買這個啊 然後我買回來以後啊 我 我們 我們 那生命的陪勞就是被我影響 我以後可以 應該也可以去買東西 就是 小逸營之類的 就是把我看我聲音 不要這麼塞 因為 因為我跟他們講完 我的感想以後啊 就是 每個人都在了 因為 那個 宵夜的話就是 我會煮給他們吃啊 然後我就說 這個鍋子還不錯耶 然後最後一天 就會去炒火的時候 就每個人都帶一個鍋子回來 很有趣 對 那你說它有什麼特別不一樣的話 其實 嗯 我不知道 我只覺得很輕 很好拿 然後 然後 沒到鍋子 沒到鍋子 又不會餓 媽媽愛 媽媽愛 好 下一頁 一的話啊 我本身 不是一個fashion的人 然後我本身也不追求流行 所以一的部分就是下一頁 所以第一分明 洋蔥四 多層次穿一髮 這是我的建議 這個很好笑 因為 我們要去看他的國際首爾煙火節 然後 我們就是因為人很多 然後他在旁邊一群年輕人的 年輕人就是要去疏散大家 然後我們就無聊想說哇那個馬路上 就是 這條是 魯伊島那邊的幹道 然後結果那天就是把路圍起來 然後整個大陸都是有人 然後我們就 欸那我們就在他一路邊 拍那個沒有表情的照片好了 就是直下嘛 然後你看每天都沒有表情的那種笑 然後後面那種金金的黃色的大象 就是他們很 很威的什麼六三大象 對 然後魯伊島這個地方就是我們民宿的地方啊 那魯伊島那邊出了一個明星 就是少女時代的潤兒 最近傳說 他跟 我爸剛剛是帶的都塞在一起 好 好 然後這是他的渡蝦 就魯伊島這個地方 然後魯伊島的旁邊就是漢江公園 對 所以大家民宿可以住遠一點 但是通車不會很久 但是便宜 所以我的衣服的話 我 我來跟你們講fashion的話 我會沒有立場 就是不夠格 所以 就是 就是我要跟大家說就是 你要是去那邊的話 你要怎麼穿搭隨便啊 你就四季分明就好了 因為 像我們十月去的時候 其實已經 轉秋了 就是韓國真的是一個四季分明的地方啊 就是 因為我們 我們是雅樂代國家 所以我們去那邊的時候就會覺得說 欸那邊可能稍微冷一點 但是其實白天當然是有太陽 都可以接受 但是 你白天出去跟晚上回來那個溫差 是有明顯的差的 像我們十月十號 離開韓國當地啊 它的氣溫驟降 從什麼二十幾度啊 驟降到什麼 十度欸 我們就說 喔好險我們逃離了 因為他們那個什麼 他們不知道什麼都要勾訴啊 一夜之間變黃欸 喔這個相關消息請follow Facebook上面的一些什麼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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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洋蔥寺穿法啊 其實你什麼時候去都應該是這樣 因為啊,他們的路上會冷嘛 但是他們進入到室內都有暖氣 所以如果你穿很厚 然後你進入到室內也就很像白癡 就是有暖氣然後你現在下雨 然後出去以後風一來,哇好冷 對,所以要洋蔥寺穿法 下一頁,再上一頁 好,再上一頁 欸,我很勇,有沒有 我全城都是全住住 對,對,可能會有那個天然防護城 然後下一頁 好,住,住的話就是 因為我剛剛說嘛 其實要見真章的話就是製作旅行 就是你要找自己住宿的地方,下一頁 然後兵至如歸 就是因為我們在找 我們在找的時候,其實我們不要求住往後 人省折省,把錢拿去吃吃喝喝比較開心 所以我們就是去挑了一間 還不錯那種家庭式民宿 它真的就是家庭民宿 就是一個韓國人 他就是買了一間公寓 然後一間公寓就拿來做民宿 那它裡面有兩間房間 一間客廳,一間浴室 一間小廚房 然後跟很多那種很莫名的隔間 例如說什麼洗衣機 也給他一小間這樣子 然後就是民宿都會押金嘛 然後所以我們遇到不錯的房東 他就是跟我們會有互動 可是其實這個房東他是一個混血人 就是媽媽韓國人,爸爸台灣人 所以他是在台灣出生長大 然後只是因為媽媽的關係 讓他又回到韓國念研究所 所以完完全全就是可以通啊 所以他真的讓我們有冰之如歸的感受 我們要下一頁 就是這樣子啊 就是你找的民宿啊 如果你是比較修華一點的話 你就是可以找那種會鬆鬆的民宿 但是如果你真的不在乎的話 我們這個民宿一個人一個晚上六百塊 所以我們去六天五夜 我們的住宿只要三千塊 但是對別人來說 三千塊一個晚上就不起來了 對,所以不是這樣子 很便宜,對不對很便宜 然後重點是他那個韓國的民宿啊 或者是那種他們住宅 那附近都是全區Wi-Fi 所以很爽,就是回去開始傳照片啊 然後辣地賽啊、WhatsApp啊、Line啊 Katalk等等 然後下一頁 然後再來是這個 民宿的廚房幫我們省了不少消費費用 我剛剛有提到嘛 就是大家都開很多錢 然後吃到一頂的東西 所以每天晚上都在煮泡麵下一頁 然後再是寫一下頁 這個是有地鐵界搞定 因為很多我朋友他們沒有去過韓國自助旅行 然後他們也不想跟團 然後我覺得最不負責任的方法 就是找一個已經去過韓國的人 然後問他一個大災 問說 你覺得韓國要怎麼玩 然後我教這種問題的後好戲 就會問候他挺娘親 啊沒有 就是我一直說 因為我覺得 你今天已經有體認了 你要自助旅行 自助 後人住之或者是什麼 你不是自助應該要擺些嗎 就是 因為我的背景的關係 你知道就是Facebook常常說這種大災位 然後心裡真的 就 剛剛娘子也不錯 問候也不是 就是覺得很奇怪 就是很好笑 但是我覺得說 基本上啊 因為今天講到的是韓國嘛 那其實韓國就是因為它有地鐵 你現在搞定 它的地鐵沒清明是地鐵 其實它的那個什麼站的 站跟站之間換站的模式 就是那個啊 我們台灣的捷運啊 那只是韓國 我有吃過虧 就被它多扣一點錢 是因為 他們 你如果南下跟北上 一定要小心 它沒有像我們的月台這麼單純 南下的對面是北上 就是南下北上那個概念 就是可能要往昆陽或往來 就是它不是這樣的概念喔 然後你也不是說 不用出展上去以後就可以換線了喔 我被它多扣錢 是因為我們要往南下 然後我們以為進的這個站是對的 後來發現 它那個站啊 只有北上的車 所以變成說 我們還要拿著我們的BB卡 又逼出去 再去另外一個地方 搭它南下這樣 所以 它的地鐵有一個 有那個小小的 小小的bug就在這裡 所以它可能有一些站的 進出站規的話 是比較奇怪一點的 所以大家要小心 喔!然後那個站在哪裡呢? 在金浦機場 因為國際線是仁川 但是我們松山可以直飛金浦 金浦離蘇爾斯區又再近一點了 仁川比較遠啦 可是桃園機場飛就一律飛仁川嘛 但是現在松山機場直飛 喊國泡都是飛金浦機場 那金浦機場去接它的捷運線啊 就是它 我們就在那邊遇到這種小bug 所以大家可以小心一下 有地鐵一切搞定 基本上 網路上資訊那麼發達 你就可以下載到中文的地鐵圖啊 然後去哪一站都很方便 幾號出口出去就可以了 下一遍 地鐵捷運有沒有 就是 因為我們就是 就是 很愛打卡 所以我們都會有這種 所謂的打卡罩 就是剛好可以成為對比 然後就是 你不覺得這很像我們的捷運嗎? 就是 車到了進站 坐對站就好了 然後 它進去以後也是捷運啊 對 我真的很勇敢放了這張照片 我肚子好酷耶 好 再來下一個這個是 因為啊 因為我們就是 移來去 移動來移動去 全部都是用地鐵 那他們 我們的台灣叫悠遊卡 香港叫做巴達通 然後 韓國叫做 T-money 所以他們的悠遊卡 就是T-money 那他們T-money也延伸到 就是很威 就是他們便利商店也可以嗶嗶 或者是有T-money logo 有地方也可以嗶嗶 像我們的悠遊卡一樣 所以 你就到了哪個地方 你就去買當地的那個東西就可以了 所以你就到了韓國 就變 便商店就 韓文不會同名的東西 T-money 然後他就 他就跟你講一些文化話 嗯嗯嗯 兩萬 一萬 一萬 然後就說家子 家子以後就不用理他 就開始悠遊了 下一頁 我叫我朋友說這樣子 因為我不想要這樣 旁邊一直翻譯 我就跟他說 T-money 然後 然後他就會 因為他就會開始問你說 要不要家子 你就說聽不懂沒關係 你就拿出兩萬 然後跟他說姨媽 好 他就會幫你出去 好 然後再來就是看 這個是在那個 宏大的那個地鐵站 然後就 就是走一走以後發現 哇靠啊 怎麼會有那種什麼 巨星級的響力 還有交響樂啊 然後就被我們蒙到了 相當過那時候 只能遇到的一個 交響樂表演 好 下一頁 然後再來就是四中道啊 為什麼要拍這個角度 我是我故意的 因為我本人現在正在學韓文 然後那個 表演文字 這個文字他發明的 所以很好笑 就是我跟我朋友好像白癡 就在那邊拜他說 趕緊拜拜啊 保有韓文學好一點 錢都開下去了 所以才有一個這個重養的角度 很好笑 就是他們是光華門廣場 是他們很重要的一個廣場 因為光華門廣場有那個 李順成將軍 就是他們的有點類似我們 什麼中國叫什麼水師提督 就是他帶著水師去打戰 去抗日 對 去看那個 封城秀吉的那個故事啊 所以他的光華門廣場 就是很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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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前面有一個 李順成將軍的銅像 然後中間有一個 四中大王的銅像 然後後面就是 有一區大曹湖 再後面就是光華門的 然後光華門進去就是景福宮 就是他們以前的皇宮這樣子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是光華門廣場必去的下一頁 然後就會有這種光華門廣場 然後再下一頁 然後剛出來的光華門廣場 下一秒就懸疾大合照 所以我們就剛說了嘴就打了嘴 就是光華門廣場 一邊有感覺就要走啊 好 對很抱歉下一頁 對 然後再來是 這個地方是別的地方了 就是你們在安排行程的時候 可以找自己喜歡的地方去 那剛剛那個光華門 光華門後面的景福宮 等一下會有其他的介紹 那這個的話就是 這個的話也是由韓劇延伸出來的一個景點 它叫做洛杉公園的公共藝術 它在繪畫站 那它的公共藝術的話 其實它就是 洛杉公園是旁邊這一塊綠色區域 是主要的公園 但是他們就是 也會有所謂的那種都市營造嗎 都市營造好像太大一個詞了 就是會有一個什麼社區營造吧 就是可能發展出他們的創意 所以他們就請了很多藝術家 來做這樣子的社區營造 那為什麼這個地方 台灣人現在一定都會去 也是因為韓劇效應 其中有一部韓劇叫 烏塔凡王世子 就是 然後裡面就有一個 他跟女主角就是 在這個公共藝術 就是 男生foto follow他 然後去把那個藝術全部都走一遍 所以 所以一些迷美 迷美 或者是粉絲 忠實粉絲 或者是那個很可怕的 飯 什麼飯 什麼飯 就會去follow他一系列的那個腳步 但是我們去 不是因為要追行 對 我們只是覺得它是一個景點 所以我們就跑去看了 他每一家店都這樣小小家人 很有創意啊 就像我們也會去那個什麼 台中的什麼 東海藝術街嘛 然後我們也會去 華山藝明特區啊 我們也會去 松山文創園區啊 或者是之類的 就是你會想說 到當地去看一下他一些 比較有創意的東西 然後這個是那個 馬賽克拼的洛陀 然後旁邊這個可能就是 會有很多造景 處處是藝術 那你可以學一下 現在演 然後這個轉角看見 這是一個轉角喔 就是 我們遠遠看怎麼一隻屁股 然後走近以後發現 有一個長頸鹿的頭 轉角 轉角看見的不是愛 是長頸鹿 對 吉林露 吉林露 然後再來是這個 因為它就是一個譯下的 所以我朋友就很搞笑 他就說 你譯下如何 嗯你譯下醜醜 好這個是好玩啦 就是以後看到這位 會心理小 下一頁 就是這一類的東西 像它有二搞那個啊 復仇者聯盟 然後全部都給它畫Q版的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那個人 就被畫得好悲傷 還霸褲 然後之類 就是這個民宅 結果我覺得 很有趣的是就是 因為我們 我們就是 擺明就是觀光客啊 我們就會一直拍照拍照拍照 然後你就會發現 裡面的居民啊 每個人都已經 儼然是大明星 因為他們已經見怪不怪了 就是你要拍就隨便你拍啊 然後 只是就不要拍到它就好了 就還蠻有趣的 下一頁 然後這個 這個是它很重要的螢幕 但我覺得好恐怖喔 然後這個給大家講一下 就是它是 剛開始畫的是一幅人像嘛 但是因為它這個 年久失修嗎 你知道這樣說嗎 就是 它現在爬滿藤蔓 然後我走過去的時候 我突然覺得好毛喔 怕怕 我半夜看到應該會嚇痛 對 就是很恐怖 如果它眼睛還閃亮亮 然後它下一個 好 然後再來這個是韓劇相應 就是這個是在宏大附近的 因為剛剛說的在韓國 其實星巴巴並不一定是他們最有名的咖啡館 反而是這些延伸出來的咖啡館 像我們去吃鬆餅的咖啡館啊 或者是要路上很有創意 或者是名部落客推薦的咖啡館 blah blah blah之類的 那其中這一間呢 它有名的地方就是因為韓劇效應 因為很多 很多韓劇效應會發展出 就是帶出另類型相 這一間呢 它就是愛琴與張根塑 跟那個少女時代的潤兒 做男女主人公的 它這部就叫愛琴與沙朗比 比是語 然後沙朗是愛琴 沙朗黑幽 那就是我愛你之類的 沒有我沒有你 只有沙朗 對 好 然後再來是這個韓劇效應嘛 所以變成說這一家 可能我覺得劇組 他們不曉得有沒有自路性行銷 這不一定 因為其實有很多這種咖啡店 它東西不見得好吃 它也不見得有特色 但是它明星走過去以後 你知道的 就是突然就是 黃什麼 黃袍加石 它就紅了 沁娘娘 好像耶 然後再來是這個 社會濫象再一發 我發現就是 大陸客不一定會這樣子喔 但台灣人幾乎都是這樣 所以我們只是做個示範 沒有啦 這是我們最真實的樣子 就是我們只要 一等紅綠燈 然後就等每個人手機 開始滑滑滑啊滑 我也不知道是滑頌香 滑青山 就是一直滑滑滑滑 然後我朋友就是 他說就是 社會濫象再一發 低頭竹 對 我很榮 我很榮 榮幸 什麼低頭竹 下一頁 好 然後再來是這個指導黃龍 對 因為 呃 就是大家不會在今天 聽到我講 shopping的行程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 很討厭逛街的人 我喜歡走景點 走在內我都甘願 但是你讓我去一整天都在 流連在shopping的話 我就會覺得好浪費時間喔 就是可能也比較man power一點 對不對 然後但是我覺得就是 這個可以給大家知道的是 因為啊 我在韓國期間 跟韓國人在一個晚上 學會打他們的韓式花牌 就是 因為韓劇有 然後每個韓劇的主人公 就是四個人做 然後可能手上就拿幾隻那種小小牌 然後我很喜歡他們打那個牌的一個動作 他們標準動作就是假如你有配對 有點像剪紅點 就是要去配對 然後他們配對的時候他們就會做一個非常好的動作 我每次看都覺得好爽 結果他們會把牌用力 我那個 啪就打 然後那個牌都會彈很遠喔 然後他們就會覺得很爽 我每次看到他們演那個 我想說那個牌真的是這樣玩嗎 所以 我這次去剛好也認識一些韓國朋友 我就跟他們學說 你們要牌是真的這樣拿 然後你早有牌吃 你一定要做這個動作嗎 真的這麼爽嗎 然後真的 然後他們剛開始教我們的時候都還很含蓄 就會說 有點像我們台灣玩剪紅點 就哎呦 配對你要吃回來 然後後來發現就是 我們學完以後就退位了 然後看他們自己玩下一輪的時候 每個人都 啪啪 都乖的耶 然後我就說 在跟我們玩的時候為什麼不摔欸 這樣我也可以摔阿 你摔我我也可以摔阿 然後那個牌是有點硬度的喔 是塑膠牌 然後彈在臉上好痛喔 我就衝過去說 欸什麼啊 然後啪 對很好笑 很榮幸 就是這次一次 就是學到他們 傳統的韓式花牌 就像他們來台灣 可能也要學我們十三支嘛 對 然後我們就很榮幸的學到他的韓式花牌 然後我就想說 我一定要買一部回來玩 然後我一定要教他們說 我們一定要在一個空曠 可以撿得到牌的地方 一定要這樣子丟 啊超聰明的 好 然後我就是到那個東大門去找了 東大門他有很多購物商場 是擺明要學觀光客錢 就是類似什麼 年輕人的愛情的Duta 或者是什麼Max之類的 但是呢 Duta就是那種 著名商場的旁邊呢 就是 他賣的就 也是會follow他當季的fashion 但是 他的評 他的價格比較平價 但是 大家都會說 東大門很喜歡學凱子 尤其是我們這種 就是慕名而來的 但是 你自己在買東西的時候 其實 你一樣東西 如果你是可以跟別人一起買 你知道再買超過兩件 那個價錢就很好談了 而且啊你可以 就像你有學韓文 或者是 你覺得他 他的英語是可以說 你可以直笑 就是我就是要便宜之類的 然後去跟他喊價 但是不要太擺目 因為 那個東大門那邊的老闆 也有一些 還蠻強硬的 他就是 不瞭你之類的 所以就是 還是要小心 那我本身呢 不是去 去 不是主要去買衣服的 然後我就是 要去找韓式雜貨 傳統的雜貨 因為我要去買那個牌 回來打 就是 我就是去問他說 請問一下韓國花牌要怎麼買 要去哪裡買 然後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我就一直跟他說 Po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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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rea Style Korea Style Poker 然後我會不會說韓國花牌 然後就找不到找不到 後來發現 他這個那個 東大門超多大陸留學生 就是 他們的美中店很熱門 他們想要賺 他們想要賺那個 講中文的人的生意 所以 很多大陸留學生 都會被聘到美妝店 或是什麼的 你們如果去韓國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藥妝店就會 來啦 來看看 來看看 不買也看看 試用品拿點錢 試用品拿點錢 我就發現 哇全部都是標準中文 這樣子 後來我就是 又要深入 然後我就是 有名字那柯南的精神 我就跑去找了一個 看起來比較 好切入的人 我就問他說 欸 現在是不是就是 真的是因為 嗯 就是因為那個 就是 就是 某某幾個國家交惡的關係 所以你也不去 我也不去 然後全部都來這裡之類的 然後他就說 其實有一點就是 因為他們 他們那個 學校裡面的那種 大陸留學生 都會有很多這種 工作機會 就是他們可以在東大門的 各個商店去 去應徵他們的公讀生 然後薪水可能沒有很好 但是 重點是工作也不累啊 就是 就顧顧店啊 然後發發試用品啊 然後在門口畫瞎一下咯 不買也看看 不買也看看 公一天一 不買看看 然後 所以 我去跟他聊天的時候啊 他就跟我說 就在這一棟裡面的六樓 可以買到無藥的那個牌 然後進去買的時候 就發現就是 他們每個樓層 其實都有一個Style 但是 他們沒有像台灣的那個 沒有像台灣的每個 百貨公司 再怎麼沒人放 也會有樓層簡介 他們就沒有啊 我就一直問一直問 然後 警衛也問 什麼都有問 然後都沒有Floor Guide 所以 後來我就跑去拍了 他們Information的這一張 那樣子 我想說就是 就是 只有這一張 我就只拍他這一張 然後就指導黃龍 好 為什麼我要說指導黃龍 大家不要浪費太多的時間 在樓層當中搜尋 你就晚上回去那個 腳都會痛痛 對 之後每天要走到腳痠腳痠 下一頁